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貼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和解答你的疑問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再次回訪江門的華僑城 這個項目現時的工程進度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的 而早前我們這邊主持Jerry 亦都有客戶是經它購入了這一邊的單位 所以今次它的到訪 亦都是順便幫客人去辦理一些手續等等 而事實上這個項目自從我們第一次到訪之後 兼且後來也都有一些客戶關注這個項目 我們發現其實它的性價比真的相當之高 第一它的價錢是接近邵慶那邊的華僑城 如果對比中山可以說是便宜得非常之多 因為可能中山那邊的華僑城 某程度上是自視甚高 將個定價是拉得現時來說是有少少天價的感覺 再加上中山那邊的華僑城 整體的一個成熟度 跟江門這一邊 又或者跟邵慶那邊是更加合得比的 即是說現時你只能夠看到一大片的空地 跟著加一點再見鐘的樓 你就要買下去了 那到底是不是值兩萬元左右的單價呢 很多的客戶可能都配有移民 但是今次這個江門的華僑城就不一樣了 第一它現時別墅和高層等等 建築進度是相當之理想 而附近的樂園也都基本承認 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這一點我想先講講近這兩天香港 媒體都熱烈討論和報導的關於公營房屋的一些新政策 那很大機會下屆的特首就講過 如果他上任之後就會將一些再見鐘的公屋 如果他本身有五六棟的可能建好了一兩棟之後 就會優先分派給一些已經等候上樓的人士進去住 那配套方面就再慢慢來的 其實以往來說 這個亦都是香港公共房屋一個悲病之處 就是有一些公屋即使入貨後 可能他一些商場上的配套 周邊的配套其實都是未得的 甚至乎一些交通路線 都是要再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才可以逐步成形的 那不要說公共房屋 私人樓就更加了 好像我們非常之出名的地鐵日出康城那邊 其實在說2020年才真真正正有一個 屬於這個大社區的商場 而之前一直不肯落城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那一邊 就算你說二三期甚至乎四期入貨都好 整個樓盤整個區域 不可以說很多人入住 那商戶或者發展商 考慮到自身的利益 如果你太早開的話 肯定這個商場有一段時間守 那他們就不讓你住 但是在國內來說 之前我們都說過 在這個北站的寶龍城那邊 其實就算樓是剛剛開始入貨 他的商場做出來給你 哪怕你走進去 可能現時走進去的人 其實相當少的 商戶是要守住這樣做的 不過在發展商來說 希望他會重視這個承諾 他會希望在初初入伙的初期 這個商場就已經營運到 那去到後段 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商場的整體情況就會更加理想 這種操作可以說是 虧頭讚美 開頭就兌現承諾 讓第一批入住的人都可以有商場用 這次江門華僑城其實都差不多 剛才說了這麼多的內容 講到香港又講到北站寶龍城 正正因為江門華僑城 他現時其實都未入貨 但是一會兒你可以見到 他這一邊的商業街 就已經嘗試去試業 是有店鋪開了 我相信未來第一批入住的住戶 就已經可以在商業街裡 用到他這個配套的資源 其實這件事對於住戶來說 是相當理想的 頭痛的就是商戶 和營運這條街的發展商 但是既然人家這麼早就能開 我相信人家有對應的辦法 說回江門華僑城本身 如果你是過到這一邊 你所花的行車時間 理論上比你去兆慶那邊的華僑城 還要近一點 當然如果你去兆慶華僑城 你是坐高鐵的話 就另計了 畢竟高鐵是一種極速的交通工具 兼且可以在西九龍上車 但是如果你計算開車的話 去江門這一邊 其實只是說遠過中山一點 但是它的價錢 比起中山華僑城便宜了一折 甚至乎 跟這個兆慶的華僑城比較的話 真是價錢接近的 可以說只是比兆慶華僑城貴一點而已 至於項目的周邊 你可以在航拍畫面都看到 其實都幾多一些 田地和遊遊一片那種的環境 到底這一種這樣的周邊環境 你自己喜不喜歡 我相信每個人的選擇會不同 有些人是喜歡這樣的環境 有些人就覺得 理應是要在一個方便些 比較市區的位置才考慮 這樣就無謂爭拗了 各有各的喜好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就跟Jerry進去 帶我們看看現時的示範單位 看出去的景觀比之前那些還要漂亮的 到底有多漂亮呢 一會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回到古爐水鄉的沙盤 那夢庭人現在現時的銷油進度是怎樣的呢 我和你講講我們的洋房 我們現在的話 1號樓已經賣光了 現在賣的是9號樓和10號樓這兩棟 是 9號樓的04梯退85方都是賣光的 其他單位都可以選擇 10號樓的話 我們現在主要是小面積洋房 是70年產權的 47方和87方的 4梯17戶的 4梯17戶 4梯17戶 可以見到它的總高是18層高的 1樓的話呢 是有一個藥戶大堂 嗯 還有一些底箱的 嗯 2到18樓就是房間來的 嗯 那這邊 是正南向的 是 這邊是西向的 是 那價錢方面的話呢 我們以前是賣1萬到1萬1左右的單價 嗯 那現在5月期間呢 我們搞活動就有10個quota 是去到8000多元大裝修的 嗯,8000多元大裝修 是,沒錯 OK 那就是基本上一套的價錢 大概多少起步 你好像47方那些的話呢 大概是40萬左右的 嗯 87方那隻呢 大概是70萬左右 OK 那當然啦 樓層越高越貴 是 再想請教一下 好像我們9號樓和10號樓 那麼它加樓時期是不是一樣 9號樓和9號樓 是一樣的 兩棟樓都是今年的6月底加樓 今年6月底 是的 哦,即是准現樓 差不多准現樓了 是的,很快加樓 哦,OK 洋房的管理費方面是怎樣 洋房的話是1.8一個方的 1.8一個方 是的 OK 那麼 9號樓的話呢 是兩梯四壺的 嗯 現在賣的有85方 87方 還有82方的 OK 全部都是帶裝修的 OK 那9號樓的價錢以前是9千多到1萬單價 嗯 現在的話呢就是搞活檔 就是8千塊特少少就有一套了 OK 那這個就是高層員房 好,我想再請教一下別墅的 是 因為呢 其實之前我們就前面那一陣 是 是 這些別墅就基本上 現在還有貨量還是怎樣 這邊的話呢 我們已經全部賣光了 全部賣光了 是的 我們現在賣三期的別墅 就是這一塊位置的 OK 就是八九十前邊的三期的 OK 那建築面積的話呢 是124方的 嗯 三層高 地面三層高的 嗯 所有的別墅都是無批的 OK 那現時別墅有沒有做什麼優惠價呢 嗯 我們之前賣的價錢就是250萬到330萬左右 是 那這間呢是有推出了幾套特價單位 嗯 都是5-1針對5-1這個活動的 嗯 就是大概是去到163萬到173萬左右的 哦 就是124平方的那個 是的124平方 好似我這樣舉例 用那個39座來講 嗯 這個39座 那它是怎樣分的呢 這個就是 39座呢 這裡一共是四戶的 哦 就是四間 四間屋這樣的 它是雙平二連排 OK 那這個是四戶 那前排的呢 花園會比較大些 嗯 就大概是1809方花園 嗯 那中間的花園呢 就大概是35方左右的 嗯 但是當然了 我們現在搞活動呢 就是後排這些特價單位搞活動的 嗯 前排的話 都是維持原價的 OK 250萬到330萬之間 嗯 那地面三層 是地面三層 那還有地下層的 是地下 因為是人車分流的 嗯 地下呢 是地下跟車場來的 嗯 如果是層高 是比較高的位置呢 是可以做一個地下室 就是隔層 嗯 就是地下室那一層的話 是跟車庫那邊是可以聯通 是連在一起的 是連在一起的 沒錯 就要自己開門還是怎樣 要自己開門 要自己開門 OK 我想再請回一下 現在這個是在售的別墅 我們這一期別墅 它那個車場的入口在哪裡 車場入口是在這裡入口的 這個位置是地下停車場入口 這個位置 OK OK 那別墅的收樓時間是 別墅收樓是今年12月底收樓的 今年12月底 是還有大半年時間 OK 好 那還有就是 因為我收到消息 你近期是做了 對於香港方面 是引入了香港的貸款 是啊 他可不可以具體和我們 大概這樣講一講是怎樣 香港貸款的話 首先要覆行我們內地的一個政策 就是需要在我們內地 沒有供樓的 沒有供兩套的情況下 是 如果是沒有供兩套 即是沒有供過樓的 在內地沒有樓的 可以做三成首付最低 當然是要看回客戶的資質 OK 如果供近一套 就可以做四成首付 OK 即是還要看香港那邊的負債 沒錯 要針對那套的負債 哪個銀行 中國銀行 亞洲行 中國亞洲 中國亞洲 OK 中文亞洲 如果客戶是有 我們內地的 中國工商銀行的 一個銀行卡的話 它是可以直接在手機APP上 操作的 那就不需要在那邊的銀行辦理 直接手機辦理就可以了 這麼方便 是的很方便 OK 好大致上都明白了 好 聽完模型規規的介紹之後 我們現在去看示範單位 如果剛才大家有留心 聽過模型的介紹部分 現時的特價 八千多元一方 連裝修 而且面積最小 是四十幾方 即是四十萬左右 就可以買到 如果你想要大一點面積 87方那隻 一會兒你看看 應該會覺得相當理想 就這樣了 看一套四十七平方的 入到門的話 這個櫃都是交收標準 還有開關 指紋 對不起 這個對講機也是一樣的 OK 在鏡頭 右邊的指紋 密碼鎖 看看光隔門 這裡就是廚房方面的 膠錶 抽油煙機 下面就是 造台這個就沒有 消毒鬼也沒有 所以自己做的洗手盆是有的 在這邊就是 衛生間位置來的 馬桶位 這邊就是 洗澡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到一個收入櫃 再回來的話 這個就是客飯廳的位置 這裡是鋪了一個 木地板的 容眼所見到 就是交收標準 冷氣、家具電器 就要自己配上了 再出回來就是 我們的陽台 開一開先 將來這個位置可以用來擺洗衣機 這個朝向是屬於 東南向的 東邊 黃西江 因為現時我們是在一座 所以 他的景觀 是僅供參考 現時一座 他還有的貨量 主要是集中在87平方 比較靠著那邊一點 就是在移動 對回來的一個位置 他看的景觀視野 跟這個對比 可能移動有少許遮擋 不過都是看回到西江的光景 即是現時還有87平方的貨量 如果是想考慮這隻的話 主要就要集中在10座那邊 那總共這隻 47平方的銀碼 大概就去到 40萬多少少左右 好,再來看看一個87平方的 那是屬於鑽角位的 入回來都是鋼鑑門 大家自己紋一紋一紋 OK 這個櫃的話 都是交叉標準 這裡有一個全身櫃 這裡就是有鏡櫃 加上下面的牌櫃 OK 好,再回到進來的話 這個是 市政客飯廳 傳統的一個 薯廳設計 交叉標準 都是這隻 淺灰色的地板 還有天花做好部分吊頂 還有白色的魚膠漆 這個是廚房位置 廚房位置就不算特別大 這個跟剛才47的對比的話 它就是多了一個消毒碗櫃的 還有它是可以用到天然氣到戶 那麼47平方就做不到天然氣了 好,回到這個陽台 陽台就是比較舒服 非常非常之大 還有旁邊的房間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也是東南的向頭 好,那我們再看看幾間房間 兩房 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主要是向東向的 就是這間房間 那延時的87的這個 這個回形示範單位 向東向往西江 但是在座當中的貨量的話 就是另外一邊向西向 好像鏡像一樣 主要是望回到小區裡面 衛生間 最後就是這間房間 最後就是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和陽台 它是連接了客廳 也是向東南的向頭 OK,這就是87平方的兩房 我相信看過剛才兩款護形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四十幾房實在太小了 八十幾房就像一個住宅單位的間隔 比較好小好用一些 所以我們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一套 87的單位 特別我非常之喜歡 走出去露台看到這個景致 真的非常之非常之正 最好的一位 所以我們要找到十幾房地 有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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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規模的商戶 在我玩樂等等 在這間便利店 其他物都沒有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若然你對這個項目 現時這樣的價錢 覺得相當吸引 而看到單位的景觀 也覺得非常享受 歡迎聯絡我們 查詢一下 現時這個項目裏面的 貨源 價錢 具體景觀 可以看到什麼等等 大家可以欣賞這個 商業街其他的部分 下條影片再見 請來 cart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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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来到我们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门店 由旺角地铁站的E1出口出来后只需要向尼敦道方向走去大路后向左边一直走会经过屈臣市和万宁等等的商铺 在汇丰银行之前的位置就是尼敦道655号商业中心自家兄弟就在八楼的802和803室 楼下是不需要特别的登记而等候电梯上来的时间也是相当快捷 上到八楼之后只需要向着801-805那边的方向推开大门就可以见到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物业直播展销厅 在这里我们会提供舒适的环境被准买家慢慢欣赏去心意的物业 也有专人提供楼盘资讯以及解答买家的疑慮 无论你有任何的需要都欢迎你来到我们旺角的门店向我们查询一下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的频道可以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 下条影片见 拜拜